好,我們來繼續看現場的情況 就是剛才,像我們的同事所講的 你們還有很大的冤屈 你們覺得沒有辦法伸張,所以你們也不願意走 就說你們還是要留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們覺得還有很多冤屈 其實我們這樣做,還是會有一些人知道你們的這個委屈 那現在就是 好,那現在又走到這邊了,就是辦法會啊什麼 那現在就是說,今天因為是農曆七月十五 鬼門,鬼門就是,不是鬼門牌,就是中元節嘛 那照理來講就是說,今天可能會有很多人燒紙錢 那我不曉得你們的家人有沒有來燒一些紙錢給你們呢 在今天 我們今天,家人有燒紙錢給你們嗎 有的話,曾走到釋,沒有的話,曾走到佛 好,那應該就是,這樣應該是釋嘛 好,那可能今天家人燒一些 那我們今天工作人員有帶一些那個紙錢 想要來燒給你們大家 那待會我們就會繼續燒 那我們也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的 如果,想請問迪仙如果還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們的話 現在就跟我們講,要不然就請你們就直接回本位 那我們就可以結束,那我們就可以來燒,燒紙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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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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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這條是害人的人會得到報應 所以我想可能他們普遍覺得 這個世界上應該是有那種因果報應 他們當初每著良心在山坡地旁邊 這個建造這個房子 那我想他們可能覺得 這些人會有報應的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待會在一樓的時候 這個燒這個紙錢呢 因為在這個家裡面燒是蠻奇怪的嘛 那如果4的話請走到10 好那待會我們就會在一樓的時候 燒紙錢給你們大家 那現在真的不好意思 打擾大家那麼久 那也問了很多問題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 就是現在要請你們回本位 那我們就去燒紙錢給你們 那我們先一起講 蝶心蝶心回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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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心蝶心蝶心回本位 蝶心蝶心回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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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心蝶心蝶心回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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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心蝶心回本位 我們觀眾朋友有時候也在私底下問我 他說你們在做這場節目 然後到那個地方他們在 可能是對他們一種打擾 那這樣子好不好 其實像今天的這一集 我們就很明確地可以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是到那個地方去也是一種慰問 因為我們帶紙錢去燒給他們 那一方面也說了解一下他們的情況 其實我們做這個節目 除了說在一種社會上的勸話之外 也是來幫他們 佳宏我們來聽聽看你帶你的故事 我倒覺得這個 剛剛老師講得很對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我們又沒有什麼仇恨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 讓我回想到我小的時候 我七歲到十歲的時候 我是住在嘉儀 因為我爸有工程在那邊 那很好玩 因為只是說短時間住在那兒 租了一個房子 我們也不知道上個房客到底住的是誰 那那時候出來那兒呢 剛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是 這是廁所門 這是我房間門 我是對著門睡 那在陽仔來講這應該叫做鬼門 那我還對著鬼門睡 那我有個很好玩的習慣 那三四點我一定會 應該兩三點我會起來 要上廁所 那有那種蚊帳啊 粉紅色蚊帳 有一天那我睡的時候我就起來 我一起來 還沒起來我就傻子了 在門的右邊上面 有個人背對著我 頭 靠到頂上天花板 下面 從小腿這邊沒有了 我就想看他 我當場尿 又闖我 然後起床以後我就跟我媽媽講 我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去問鄰居 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上個房客是一個婆婆 那因為她的兒女都在國外 她往生的時候 並沒有人在她身旁 對 那就等於說 我媽媽也是覺得說 哎呀 那這樣子一定要給人家 要拜一下 那本來就是說 你搬進來這個房子 本來就應該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 我們來接住一下 不管是有什麼台肌 住也好 什麼上個房子 我覺得都是一種禮貌 那OK 拜完就在我那個房間 因為後來他們知道 是死在我睡的那個房間裡 就拜拜 說你不要嚇小孩子 我相信你也喜歡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講出來的 你的年齡應該是喜歡小孩子的 好 很好玩 從天一開始 我再也沒看到她了 可是呢 我也喜歡養動物 那個時候呢 那隻狗 莫名其妙 一到五六點的時候 我也喜歡看卡通影片的時候 誒 我坐在這兒 這邊那個沙發 沒有任何人坐 那狗就跳下去 就跟那椅子這樣 搖一尾巴 對啊 我剛開始我就這樣 可是後來我們家 全家人都習慣了 為什麼習慣了 因為很好玩 我呢 我是寫功課 因為這邊是窗戶 我老是覺得這邊有人 吹 吹風這樣 呼吸 呼吸 但是又不像呼吸 我感覺有人 我回頭看 沒人啊 那個房間是我跟我二姐住 很好玩 我是寫完功課 又換她寫 她也有感覺 但她不敢講 然後很好玩 就是她寫 老是沒有人 那我媽媽又開始 幫你又開始拜 對啊 你不要嚇生小孩子啊 要保養她 功課念得好啊 什麼什麼的 結果那一年 那時候我念嘉義的重溫國小 一個年級 有24到25個班級 我覺得能夠考全校第十名 她天天很保佑地讓你念書 然後還有那時候 因為我爸爸在嘉義 中埔鄉的工廠 那時候那邊有個彌陀橋 彌陀橋橋 像以前是228之前 朝那邊砍人殺人的地方 那我記得那天是 我爸媽都在 還有我二姐 就是加班 加的蠻晚的 大概兩點多 而且那個時候 剛好七月份 那時候我媽媽每年都 就幫我們排流年啊 那就是有個師父 就上師跟我媽媽講說 OK 你要小心你們家這個 就是我們家最小的 她有個小節 可是你說她小 也不算小 然後呢 我媽就 她說你一定要去泰國 請一尊佛 然後就清歡 我媽媽那時候也是 信嘛 然後我就清歡 很玄 那一天呢 就很好玩 原本是要走聖場路路回去 我爸媽突然就想 我們走捷徑吧 過那個彌陀橋 她這個吊橋 一過那個吊橋 再走一小段 就可以走到市區 好 就是這樣 我呢 我趴在 以前是鼓打 鼓打前面不是有個小孩子可以做的嗎 我趴在鼓打的那邊睡覺 再來是我爸爸 再來是我二姐 再來是我媽媽 很好玩 就像夾心筆一樣 然後 起起起起起 嘿 起到一半 突然間 我媽媽覺得怪怪的 我媽媽說你不要走這樣 我們繞到後面去走 媽媽說唉呦 我們有什麼關係 現在那麼累的 快點回家就算了 我爸就硬往前走 走到橋 正中央的時候 突然間 我爸爸說有人退他 我不像我爸爸很壯 我爸爸一百八十几公分 而且很壯的一个男人 他转来车子是这样的 这个是后来经由我二姐 我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他们千真万确看到的 我人生睡觉 车子一拐 你猜我到哪儿去了 我居然我还在睡 我两只手抓着 还有三条铁线 钢铁线 我抓在最下面一条 我还在睡觉 因为一下去 全部黑心马屋的 你只有剩下月光 我妈妈大叫 因为我爸一抓 我妈妈手都割伤了 他到现在伤人都还在 然后我二姐夹在中间 他没事 我以前叫阿玲 蔡佳玲 阿玲 阿玲 你在跳 你在 他在摸摸摸摸摸 摸到一只小手 他吓一跳 在摸 看月光 经过月光看 是我 我还在睡觉 掉在刚 我掉在那儿 我还在睡觉 你想想看 我那个时候才七岁 一个小孩子七岁 怎么可能在睡觉 还掉在那里 然后很好玩的是 我穿的是全身连身的 宽松的衣服 我快 快点快点 叫我一起把我拉起来 在拉起来的同时 我二姐三个人 全部一起看到 各位规划之友 蔡佳红的家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们先喘口气 广告之后 不但要听张雨生的女友谭君梅 带来张雨生往生前后的规划 更有灵异最前线 鬼月特别气滑 三位女艺人将要联手测试点线的真实性 电视史上最灵异的经验即将呈现 我一点点心请出来 点心 点心 请出来 我是蔡佳红 我想请教你 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姓什么 是他的男朋友 是我现任的男朋友 没有 那你的手好笑 我快跟不上 我也是 是长天天的 不会 text 李卑先生 我现在的男朋友 先说说 בט 这是大事 首先